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经科学家James在研究一种能提供大量高质量低成本营养蛋白的超级昆虫 可是试验过程中却出现意外 超级昆虫脱困后,吞噬James继而进化为巨型怪物 还繁殖了数不清的食人虫 这些食人虫全部涌进了海里,到处寻找食物 当然这一切,人类并不知情 与此同时,某时尚杂志摄影师张晨携带女友小飞来到沿海城市 参加某品牌的发布会 刚下车,同事兄睿热情地欢迎她和小飞的到来 而这边在家洗刷的曼青发现了一条小食人虫 连忙呼喊爷爷过来 爷爷可是一个虫子吃鸡者 如获至宝地将食人虫给捉走了 正当老爷子研究食人虫津津有味之际 曼青连忙拉着爷爷也去参加品牌发布会 因为他是发布会上的嘉宾 本次活动投资方是富二代凯文 这次投资是为自己的品牌选几个女模特 外面歌舞升平 酒店内却潜入了三个贼 他们趁着客人不在酒店期间开始大肆搜刮 这时密密麻麻的食人虫也从地下管道溜进了这栋酒店 扫地阿姨在一眨眼的瞬间就被食人虫吃掉了 第二个倒霉蛋则是胖小头 十几只小虫子在几秒钟就将这个200多斤的胖子吃成了干尸 第一个发现这一情况的小曹近情况不对劲就想溜 因为他作贼心虚 他被保安队长抓个正着 可是此时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危急 无数的食人虫已经从海边开始向沙滩进发 已经引起了海啸 男男女女开始四散而逃 最终幸存的人们躲进了楼梯间的安全间内 与此同时 小曹被抓到了保安室 但是保安根本不相信他所言 直到看到监控屏幕上四散而逃的人 小曹脱困后也看到屏幕上四处露天的食人虫 他跑到厨房拎上三罐煤气 将所有的食人虫引了过来 然后将其引爆 瞬间发生爆炸燃起了熊熊大火 食人虫死了一大片 当然他也没能幸免 张承几人成了酒店内的幸存者 此时富二代凯文带着几个模特以及曼青的人 在海上游玩拍照 小跟班修睿被富二代指派到对面的飞机轮船上去寻找啤酒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修睿一脸憋屈地下海游到对面 到轮船上找啤酒 这艘轮船恰好就是詹姆斯的实验基地 所以那条变异的超级母虫就在这里 修睿刚找到啤酒就被母虫发现 掌声于重复中 很快等得不耐烦的富二代 就领着模特他们也上了这艘轮船 凯文喝着修睿找到的啤酒 在船舱里悠哉悠哉地毫不潇洒惬 很快他就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遇到了母体 也步入了修睿的后尘 听到异响的曼青也进入了船舱里去找凯文 当他发现母体时没有惊慌 躲进了一个暗室内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 张纯驾驶着游艇带着小飞 老爷子以及黑人小哥也来到了这里 三人和母体迎面相撞 如此恐怖的场景 三人转身就逃 这时老爷子也终于找到了曼奇 可是母体就在他们的附近 爷爷老当一壮 拿起消防船内的斧头就朝母体冲了过去 左屁右侃呀 对着母体就是一顿输出 母体轻轻一甩 老爷子就摔倒在地 索性黑人小哥及时赶到 从背后连开竖枪 这时怒气直满直的小飞也忍不了了 飞又拿着电锯和母虫拼命 看他拿着电锯亮亮腔腔的样子 一看就是个战扎 很快黑人小哥也被母体生吞了 在一旁的张纯终于发现母体 害怕电 在曼青的配合下 张纯手拿电线将母体电得够呛 母体慢慢后退 张纯往前一大步 电源就断了 母体用头将张纯撞到在地 眼看男友危在旦夕 小飞的小宇宙就爆发了 拉动电锯 玩着命的向母体冲了过去 虫子就这样被小飞给杀死 食人虫也因为没有母体的存在 很快散落在各地的小虫子 陆续全部死亡 影片的最后 张纯终于鼓起勇气向小飞求婚 从此两人过上了没修没躁的幸福生活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可爱 不要忘记点关注哟 好 好